传统武术中的太极到底有多神奇 远比你所见过的张三峰甚至一些所谓的大师那样 太极分为很多种类 阳式 陈式 太极等等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太极拳当中的一朵奇葩 呼雷太极 一档电视节目中 来自广东汕头的62岁呼雷太极拳大师蔡徐江老先生 当中展示了一套惊世骇俗的武功绝学 惊艳了拳场 习武多年的他有一首漂亮的呼雷拳法 而且力大无穷 同时技巧性十足 他在全国电视面前展示的绝技堪称前五人 观众都为他竖起大拇指 62岁蔡老先生要将20块大理石一轴全部击碎 主持人也为他捏了把汗 抬一下观众眼睛瞪得六元 大师运功十几秒钟终于发力 一轴把20块大理石击碎 直接打破了之前19块的记录 成了新的记录保持者 如果这一项绝技不能算太神奇的话 那么接下来一招 就没人可以做到了 大师把三块大理石放在两个西红柿上 形成一个桥状 大师要一掌下去 把大理石劈断 且不伤害西红柿 这是极其考究大师力量和速度的一项挑战 结果也是可想而知的 咔嚓一声大理石断了 西红柿完好无损 之前还有一个30多岁忽雷大师 在报纸上砍断了大理石等等 当观众看到这些事 也是知一声一片 很明显这是大理石有问题 难道就没有人管管这些吗 这简直就和你岩方大爷同处一辙 还竟然都自称大师 各位观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